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步步走向深渊 最终万劫不复 这话用在晚兴时期的太平天国东王杨秀卿身上是最适合不过的 草根出身的他 再取得太平天国实际领导权后 权力欲望不断膨胀 李宗一步步丧失 最终落得身手一处 全府上下几千人被屠杀之下场 实乃可悲可叹 杨秀卿 太平天国东王 广西贵平臣 童年时父母相继死亡 靠烧炭耕山谋生 十分贫苦 烧炭出身的杨秀卿 大字不识几个 却有着过人之君正才能 成为天国实际的掌作者和领头羊 不过 杨秀卿为人过于嚣张 得罪童谣太多 最终被出杀 血洒石头城 先看杨秀卿的军事才干 晚清以正一之奇彩 纯属无师自通晚清也是一个名将 被出时代 如果不以阵营为评判标准 胡林义 左宗棠 杨秀卿算 是三颗最耀眼之明星 胡林义 左宗棠不必多说 晚清中兴明臣 没有胡林义 历晚澎澜 历称危局 估计曾国藩还没第二次复出 大清就灭亡了 没有左宗棠远征新疆 驱逐外寇 祖国大好和山江不再完整 那么 杨秀卿的军事才能如何呢 可否算是著名统帅 答案是肯定的 没有杨秀卿全盘策划 营主之战 蔡村江之战 江口须之战时太平坚国 估计都被扑灭了 没有杨秀卿到周决策之高瞻远瞩 红秀权只能回两广大游击 沦为天地会之流 没有杨秀卿灵活调动各路军队 太平军无法赢得依迫江北大营 江南大营两次大战 太平坚国很难达到军事上巅峰时代 没有杨秀卿统筹全局 石打开 陈玉成 李秀成等人压根 调动不了各路诸侯 一败涂地 杨秀卿确实是打仗的一把好手 全局 官强 眼光独到 灵活用力 执行力强 是晚清一大军事奇才 不过杨秀卿却不懂得做人 太过嚣张跋扈 随着各条战线激连获胜 杨秀卿越来越猖狂 不但欺压各大实力派 连红教主都不放在眼底 借口小事诛杀为昌辉兄长 仗则北王 让其难堪 随着南王冯云山 西王萧昭贵相继阵亡 北王维昌辉一跃而成天国实力派第二把守 仅次于东王杨秀卿 两者矛盾随之出现 对于北王 杨秀卿可谓是毫不留情面 经常借口小事账责 让其在同僚面前下不了台 最终自施其补 当维昌辉兄长和东王小舅子 因争夺天津郊外的一处地产引发冲突时 杨秀卿大搞天赋下凡之把戏 暗示维昌辉将兄长五马分尸 否则严惩不待 当维昌辉挥下水师大将张子鹏 与士兵发生矛盾时 杨秀卿再次表演天赋下凡 诛杀张子鹏 仗则维昌辉两百大半 而且还是当着大伙知面执行 实在太过分了 杨秀卿小题大作 杖势欺人 维昌辉虽然不敢公开反抗 却在心底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借口木马人事件 杖则秦日刚 陈成荣 黄玉昆 江义王 燕昂 左天侯 得罪了一别 按照太平天国礼制 东殿官员地位高于各王府中同级别官员 东王亲戚地位高于各王亲戚 平时见面 各王之官员 亲戚要向东王之官员亲戚行礼 否则便是大逆不倒 违反天条 1854年 东王一八杆子都打不着 那所谓同庚书路过燕王府 秦日刚马夫估计是不认识这位同庚书 所以并未起身向他行礼 而是在原地不动 同庚书觉得自己受到藐视 于是便和马夫大闹一场 双方争论不休 互不相让 这件事可大可小 同僚之间的争执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过 这位同庚书气量实在太小 直接闹到杨秀卿哪里去 诉说自己的无辜 对于这些鸡毛蒜皮之小事 东王杨秀卿好言安慰下就算了 却不曾想到 杨秀卿居然借此机会大发雷霆 将事态阔大化 将秦日刚 陈成荣 施打开得罪一遍 按照天国法律 此等事情由主管行事的黄玉坤处理 黄玉坤对这位同庚书 深表同庭 于是让得马夫体实大半 走走行事就算完事 随之 东王杨秀卿却大发淫威 对如此处理表示严重不满 于是直接来个天赋下凡 直接将秦日刚的马夫五马分尸 对此 秦日刚表示不满 认为只是在侮辱验尼 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使其颜面丧失 于是 燕王主动辞职 表示抗议 杨秀卿自然不是好惹的主 直接仗得秦日刚 堂堂燕王 天国实力派四号人物 就这样 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打屁股 在同僚面前如何抬得起头 陈成荣是秦日刚的好哥们 两者平时关系非常好 属于同一条战线 看到杨秀卿如此嚣张跋扈 与自搞天赋下凡 这些鬼把戏十分不满 虽然是东电集团的文官领袖 但陈成荣此时却出乎意料的反对杨秀卿 也主动辞职 堂堂东电文官第一把手 左牵侯陈成荣居然公开反对自己 杨秀卿怒火三丈 将陈成荣和秦日刚一起进行仗策 也是打屁股 杨秀卿如此做法 大错特错 陈成荣不是一般的人物 他的职责之一是守卫天津 杨秀卿估计是输得太少 对唐朝初年的玄武门之变缺乏了解 不知道门外在关键时刻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 若是没有陈成荣做内影 为昌规 秦日刚压根就进不了京城 天津事变 也许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石达开当时正在西征前线 本来与木马人事件 压根就没啥关系 杨秀卿也犯不着去得罪 宗族势力庞大的义王 要知道 石达开这位客家人 参加今天洗衣时全足入伙 路上还拉上几千号人 可未是天国的大股东 那么杨秀卿是如何在此次木马人事件得罪翼王呢 答案很简单 主管刑事案件的黄玉昆既是以电核心成员之一 又是他岳父 身份地位非同小可 对于黄玉昏辞职之举动 杨秀卿也是一视同仁 将其语为昌辉 秦日刚一起仗则 当众羞辱 此外 乌昌第一次失守时 石达开族凶石凤奎 从前线被召回 斩首是重 可以说 杨秀卿虽然没有直接仗则一网 但他俩关系好不到哪里去 也许 这就是石达开末许 并参与朱阳行动的原因之一 李秀成字述中提到 总而言之 杨秀卿是军事奇才 是打仗的以炮好手 但为人过于猖狂 既得罪手握重兵的维 石 秦等手艺珠玛 也得罪掌管天青卫术任务的陈成荣 更得罪了天国精神领袖红秀权 杨秀卿如此疯狂 自然就难逃被诛杀之命运 1856年9月 天王密照 陈成荣送出 为昌规 秦日刚带兵回京 陈成荣开门 杨秀卿人头落地 所以 搞好人际关系很重要 本文由纵横国史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上知识 图片来自网络 青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